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火拍频道的世界的中国节目 我是主持人王邦瑞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请务必关注订阅明镜火拍频道 也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谢谢您 今天我们来看金融时报刚刚刊登的一条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文章 他首先回忆了他在中国的老朋友 谁呢 那就是在海外老朋友无数的瑞成刚瑞先生 前央视主播 前大帅哥 前被中国无数少女少妇为之疯狂的这位金牌主持 那么这个作者叫Giton Reckman 他回忆起和瑞成刚上次见面 是在2014年的达洛斯 当时在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办的新发布会上 他俩碰到了 当时瑞成刚为了问了安倍晋三非常刁砖的问题 同时在新闻发布会上 他竟然跟大家唠这个课 说我跟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东京用的是同一个健身房 同时瑞成刚也给这位作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为他的服装剪裁非常得体 几乎和他的英文一样都是impactful 毫无瑕疵 毫无缺憾 太完美了 瑞成刚当时在达洛斯的这种场合 给其他所有的这些国际老朋友新朋友们 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就是他自恃甚高 对自己那是非常非常的有信心 那同时瑞成刚在现场还体现出了中国人的好客 他当场就邀请金融时报的这位作者 下次到北京的时候一定给我打招呼 或许我请你吃个饭带你转个圈什么的 但是这位作者说他再也没有得到过这个机会 因为不久以后瑞成刚就被捕了 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共视野 当第二年达洛斯又举行了的时候 金融时报这位还去又去了 但是没有见到他的中国老朋友瑞成刚 他当时就问一位来采访的央视的记者 瑞成刚去哪了 怎么样了 这位美女记者竟然当场就拉长了脸 赶紧跑到了房间的另外一边 不跟ft的这位作者聊瑞成刚 大家看到没 这个故事 瑞成刚的故事 他就是这个作者为这个题目 举的最棒的一个例子 这篇文章的题目 那就是在中国 不管你是多有名 还是你是多有钱 多有地位 中国的精英 为什么在走一条这么危险的道路 瑞成刚就是这里面 非常非常明确的 有典型意义的一个例子 那在这篇文章里 当然他的重点不是要写瑞成刚 而只是用瑞成刚来作为岛屿 来引出他的这个结论 同时他也把瑞成刚和另外一个人物进行了对比 那就是最近在世界各地的媒体上高烧不退的 彭帅 他说彭帅跟瑞成刚一样 本来好好的 你看一个是金牌主持 人间偶像 另外一个是美女冠军 拿了很多的世界冠军 形象也非常好 大家都很喜欢 突然 彭帅因为在网上揭发中共的老领导前常委 张高丽强迫他出党章 马上就消失了 最重要的是不但消失了几个星期 还开始进行其后的表演 那是啥呢 就像何老板说的 以前中国强迫别人上电视认罪 现在竟然演进到了强迫别人上电视表演幸福 表演自由 这个那真的是太奇妙了 太奇葩了 那么 瑞成刚的命运和彭帅的命运一样 都变得非常的晦暗不明 不清楚将来会怎么样 那实际上通过这两个例子 一男一女 一个传媒界的 一个体育界的 这个作者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在中国有钱的 有名的 甚至是自以为自己有权的很多人 都很可能遭到这样一个厄运 那就是被羞辱 被消失 甚至可能更坏 那么在2011年的时候 福布斯杂志曾经有过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的题目更有意思 那他说 如果你把他当朋友的话 千万不要让你的朋友变成中国的亿万富翁 为啥 那是有统计基础的 因为根据中国官媒自己的统计 中国72名亿万富翁 在八年当中都经历了非正常死亡 这篇文章登在中国官方的 China Daily 中国日报上 他提供了一些细节 比如说这72名亿万富翁里面 有15名是被谋杀的 17名自杀了 7名死于事故 14名因为犯法被枪决了 还有19名死于疾病 病死了 你看这个数字是不是很可怕 那你是不是在树立一个小目标 一个亿的这个道路上变得更谨慎了 那当然是 你看这些75位那都是人中龙凤 那都是人间豪杰 否则也不会在中国这么tough 这么凶险的环境中 能够成为亿万富翁 但他们你看 纷纷都出了问题 这其中72名里面 我们看看15名被谋杀的 17名被自杀的 自杀的 这里面就超过了32 将近一半 这里面有一定的规律在里头 当然在金融时报的这篇文章里 他还回忆了 甚至引用了 我们讲了很多次的红色赌盘 那红色赌盘更是这篇文章主题 最好的例证 你看 沈栋 东友红 那在中国是高有钱的 但是他们从头到尾 也要经历这种政治动荡 给他们的生意 给他们的个人人生 带来的这些不确定性 甚至是巨大的灾难 比如说 在红色赌盘里 他们做得好好的 那个机场大通关项目 机场航空城 最大的变故 来自于首都机场 雨线公司 那个老总李培英 被反腐给反到了 然后被枪决了 给毙了直接 你看这个事情 就引起了他们项目 带来了巨大的一个隐患 那更不用说到后来 他们家因为和中国的亲总理 温家宝家族的关系 也赚了很多钱 和他们家之间 也搞的 搞来搞去 搞不清楚 最后 也是因为这样一个政治的原因 段红被消失了 整整四年 当然随着事情 比如说沈栋 搬到海外来 摆脱了 至少在表面上 摆脱了中共的这个 这个狠手 他开始变得大大 当然也是为了自己的孩子 他写了红色赌盘这本书 导致了段红的境遇 稍微有些改变 当然这些都在 金融时报的文章里面 没有写 他提到段红 提到沈栋 和这个 温家宝的时候 都 发现了他们的相同之处 那为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 温家宝 也不得不用暗号 来传达自己的观点 什么叫暗号呢 用暗语 那就是因为 温家宝 前两年 应该是去年 他写了一篇文章 怀念他的母亲 但是你看 中国的前总理 怀念自己的母亲 竟然不能在 中国这片土地上发表 他不得不 把这封信 这篇文章 投稿投给了 澳门的一个杂志 澳门的那个杂志 给他发出来 那这个情况 那变得很诡异 因为在那篇文章里 温家宝通过 怀念自己的母亲 又大大吹捧了一下 民主自由的这个理念 那意思就是 你看到今天 中国连这些目标都没实现 很显然 别人会把它解读为 对习近平领导下的 中共来自中国的讽刺 所以他在中国发不出去 你看他用暗号 那不但他要用暗号 天总理也用暗号 连现在的彭帅 也需要用暗号 为啥呢 你看彭帅前几天 不是根据很多官方媒体的报道 像央视这些人贴出来了 说他很自由 他很自由 他竟然对着镜头 亮出了那个威尼熊 还有一个熊猫 国宝 前边他手里拿着个国宝熊猫 背后是威尼熊的那个照片 那在外电 外媒看来 那更是一个政治隐喻和政治符号了 因为什么 熊猫国宝 那就是国内文风丧胆的这个国宝系统 国宝就是国家安全保卫 那是公安部的第一局 政治保卫局 这些人就负责对国内的异见分子 对说话办事 让党中央各级领导不喜欢的 都打成异见分子 是由国宝盯着他们的 比如说经常有人说 我又被迫去喝茶了 或者说我又被迫旅游了 敏感时间不准在北京待着 这些都是国宝干的 你说这个时候 彭帅拿着国宝的这个照片 在那里对外显示 那能让别人怎么解读呢 那更不用说背后是习近平 背后是威尼熊的那个合影 这一切对外电看来 那都是和温家宝一样 不得不通过隐秘的这种方式 让别人联想 猜他的等级和言论 竟然发展到了这种地步 那也是非常搞笑的 看到这个例子 让我想起网络的著名作家 李承鹏李大雁先生 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李承鹏先生 是我最为佩服的 普通话简体字写作的作家之一 应该讲 很少我能在简体字世界里面 让我值得我花时间去读文章的 极少极少 李承鹏是一位 前两天我的节目里说的 这个大乡工会 写这个八千乡女上天山 那个中国第一写手 黄章静是一位 还有清华大学的秦辉老师是一位 再举例子 你看我拍脑门一想 就想不出别人来了 值得去看的 真是寥寥无几 李承鹏是军龙一位 他有一句话 非常的振聋发魁 令我至今想起 不仅积极就好 他说发展到今天 我们这些马字的 有文化的号称 竟然不得不在自己母语的世界里流浪 你看大家听明白了没 在母语的世界里流浪 那就是啥 你的中文字 你会写会讲会说 但是你不能直接讲 必须得用种一种掩盖的隐瞒的方式 隐喻的方式 让别人来猜 这不是在母语里面流浪吗 我说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你看 那么不管是 中国的前总理够有权了吧 温家宝 还是你当红的国际体育巨型 彭帅 在一定的情况下 你都不得不在汉语里面流浪 这个事真是极其苦逼的一个结局 当然在集中时报的这篇文章里 他还举了其他例子 比如说 Jack Ma 马老师 还有其他的 有权有势 有钱不是一般的有钱 那是世界级的巨富 这种人也时不常的被消失 当然这里面提到一个现象 那就是中国特有的 对这些企业家 这些明星 他们出了事情以后 社会上给予的同情 实际上是有限的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不换寡而换不均 所有在中国 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有权 到最后 你都是必须通过 一开始和体制合作 甚至是同流合污 一起上下其手 你才能得到后面的这些地位 那在这种情况下 当你出事了 别人就认为是你倒霉 你这个时候再来互换民主自由 再来互换法治的时候 别人就觉得你很假 你看这个事情 尤其体现在孟宏伟的太太 Grace孟 在出现亮相以后 她引起的社会反响 引起的同情 引起的媒体的报道 就远远比不上彭帅 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彭帅这个事 他和现在世界上风起云涌的 这个密兔运动 结合在了一起 更有话题性 更有爆炸性 里面有权力 有色情 有压迫 有法治 这些种种元素都齐了 那对孟宏伟这样的 爆出来以后 别人就会觉得 你以前想够了 现在出来说 这个法治不能彰显 那你老公 能当上公安部的副部长 那不知道迫害过多少人 那你说这些事情 这种公众情绪 有没有道理呢 那可能是有道理的 或者是说 我们对公众情绪 这种东西 都不能再用道理来衡量 情绪 一会高了 一会低了 一会左了 一会右了 这个东西是很难琢磨的 这也是当今中国 这些 从高位上跌下来的这些人 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 很可悲的一个现实 那就是社会上对你的 这种同情 是十分有限的 但同时反过来想 我们也应该看到 一个正常社会 一个法治社会 现代社会 最正常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 冤有头再有主 就谁犯了事 就去收拾谁 这是没问题的 但是中国又有它的特色 那就是往往会祸及他人 你看 往往这个 中国用反腐的名义 用各种名义去收拾这些 所谓的精英的时候 他们的家人都不同程度上 受到了牵连 好些人不能出境 好多人直接也被软禁 这个都是公开的秘密 前两天外媒还报道了一位 那个好像是中国浙江的 一个在中国通缉名单上的一个官员 跑到海外来抓不回去了 他的女儿儿子回中国探亲 看他们奶奶的时候 还被中国给扣住了 就是说 你爸不回来 你们就不能走 用这个手段来逼迫他们的父亲 从海外尽快的归案 这个事情实际上从当年 蓬佩奥当国务卿的时候 就开始交涉了 但是中方就是不放 因为那两位都是美国公民 但最近发了媒体报道 也透露出来一些信息 那就是中国用这两位 换来了美国扣住的 中方的有关人员 十几位 以二换十 所以中方赚了大便宜 放了这两位年轻人回美国 另外美方这边可能抓住的一些 号称是间谍的一些人 一些其他方面被认为侵害了美国利益的 那美国方面也都放了 所以碰上这种时候 所以殃及他人 殃及家人 是这个体系最可怕的地方 那更何况你如果把这些事情都归结于 都诉诸于说将来法律还我清白 那这个法律还不了你清白 因为中国的法律 他有这样一个特点 那就是他一开始通过什么模式呢 通过有法不一 或者说有法不执 而不执法 让人先出现一个大面积的违法 甚至成了一个常态 出现这个事情以后 他在用这个理由反过头来打你 把他选择性的执法 让别人有苦也说不出来 你比如说就像沈栋在书里所说的 你这个在中国搞关系 不搞关系你能做生意吗 别说像机场航空城这种巨大无比的项目 别说像什么上市 你就算在街边上开个便利店 你都得有关系 都得请客送礼 那严格说来 你送条烟送瓶酒 可能都已经违法了 但你不这么做 在中国你就寸步难行 那现在中共又把这个灰色区域 所谓的做生意的灰色区域 发挥到了极致 他只要想抓你 那个证据是有的 在这个时候 你希望通过一个高水平的律师 通过能够揭黑的 八分的这些记者来帮你发生 这些都是不现实的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他还引用了当年苏联秘密警察头子 贝利亚的一句名言 贝利亚曾经说过 在我们国家基本上可以这么做 他说 你把一个人给我拿来 我肯定能发现他犯了什么罪 你看就是说你只要是个人 贝利亚就能定你的罪 就能找你犯罪的证据 并且一定能找到 这一点在中国也是成为了现实 那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所说 中国的这个体系 关起门来 怎么讲都有道理 怎么收拾你 都有正当的理由 都有法律的理由 但是他们忘记了 这世界上还有两类人 一类叫外国人 他们拿外国人有时候 那真的是没什么好办法 还有一类媒体 叫外国媒体 海外媒体 他们很多时候也没办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如果想防围杜鉴 把事情 风险减到最低 他们能做的可能就是 尽量减少 跟你们打交道 比如说冬奥会马上就来了 环球时报今天刊登了非常重要的文章 他们号称从知情人事处了解到 中国从未向美国政客 发出过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邀请 目前也没有相关的邀请计划 那这个事情的背景很显然 按照北京自己的说法 他说近日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的政客 频繁鼓吹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 根据奥运规则 外国官员出席奥运会 应由本国奥委会发出邀请 最终决定权在国际奥委会 那么在以往奥运会的历史上 冬奥国经常邀请外国政要 在冬奥会期间访问该国 同时出席冬奥会 那上一次 媒体报道关于北京冬奥会 国际上的领导人 肯定要出席的是普京 那这个是中方发出的邀请 不过根据环球时报的说法 最近他们采访了一位 北京冬奥会的主办方的相关人士 说作为冬奥国 中国从来没有向美国政客 发出过出席北京冬奥会的邀请 也没有在冬奥会期间 大规模邀请外宾来华活动的计划 当然他们用的理由分两方面 第一 全球疫情防控形势严峻 不适合大规模邀请外宾来华活动 因为这么做会增加疫情传播的风险 当然他们也拉了今年的东京奥运会 作为例子说 今年夏季举行的东京奥运会的外国政要人数 就创了近代奥运史上的新地 主要也是因为疫情的原因 那这样的话 在规模处置的方法 安排上中方也会参照 参照东京奥运会的做法 他们对这一次的期待是三个关键词 叫简约 安全 精彩 什么叫简约 那就是越简单越好 安全的就是疫情绝对不能在这里面 产生问题 那否则的话 那真要好事变成坏事 再没好的事都可能变成一个丑闻 中方本来就有这样一个特长 那如果在冬奥会期间出了问题 这个影响会更大 所以这一次用疫情的原因 不再大规模的邀请外兵来 是对冠冕堂皇的一个理由 那同时政治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条 该人士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了 运动员才是这次冬奥会的主角 那么在东方看来 在中方看来北京冬奥会 他主要是给运动员搞的 是体育界的盛会 是运动员的精彩表演 和奥运精神的彰显 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 一些反华政客是否出席 毫无关系 没有这些西方反华政客的参合 北京奥运会只会更精彩 你看人家说的有里有据有结吧 你看环球时报对外呼喷的水平 也在逐渐的提高 说该人士还表示 上述这些反华政客 在中方根本就没邀请的情况下 不断炒作外交抵制冬奥会 不仅是把奥运要政治化 更完全是自作多情 自作炒作 划冲取宠 自作多情这词用得好 就是我根本就没邀请你 你抵制个毛啊 你想抵制我都不给你机会 你根本就没资格来 这叫什么 这叫化被动为主动 这叫反格一击 在国际游论场 占据主动 你看他们这次操作的 是不错的 所以现在最近的这个形势 一个是疫情 一个是坦白的讲 是彭帅 类似的事情 给中方提供了一个 以退为进的一个机会 那就是用疫情作为理由 搞大规模的 这个外宾到访 连在国内 他都不让普通观众入场 那就是只有裁判运动员 和相关工作人员 比完了就拉倒 公布成绩 后通观众不在入场 都在电视机上看 那这样的话 能够最大程度上 防范这个疫情 另外一方面呢 因为彭帅 因为新疆 因为香港 这些政治敏感点 导致的全球舆论的 这个对北京的反感和抵制 在近些年 实际上已经达到了高峰 尤其是最近的 这个彭帅事件 让大家感受到 中国都已经发展到 这个程度了 你比如说国际知名的运动员 你竟然胁迫他 出来 这个动不动就消失了 对有人悍然性侵他 还不止一次 不去调查 不能聊这个天 不能提这个事 如果这样的话 那国际澳委会所说的 运动员才是事情的主角 那人家彭帅就是运动员 人家已经举报受到性侵了 你们咋不调查 不但不调查 还不准提 不准问 一问就给你贴上 反华分子的这个标签 你说这样的情况下 你说不成为反华分子 你还是个人吗 你还是个正常人吗 你还是个有丝毫正义感的人吗 这个都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了 冬奥会就在眼前 东方现在使用的这一招 实际上我看某种程度上 是能见效的 但是在后一点上 就是关于中国最近这些年的一些作为 这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一些做法 引起的国际反弹 你恐怕不能完全制约 我们现在就能想象到 当冬奥会进行的时候 如果彭帅这个事情 还没有一个说法 那么 去参赛的这些运动员 通过他们自己 认为合适的方式 展现不满 展现对这个事情 不依不饶的一个诉求 那是完全有可能的 那中方到时候 我们感觉到 他们肯定还会给这些人 贴上 反华分子的标签 还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在电视直播的时候 进行更严格的管控 甚至尽量减少直播 采取录播的方式 那这样的话 任何政治敏感性的这些图片 视频都不会出现在中国 这些亿万的观众面前 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 降低这种风险 这个就会把奥运会变成 一届非常非常拧巴的奥运会 处处充满了机关 处处都需要用暗语来表达 那世界难道真的是要走到这个方向去吗 那今年的奥运会会开成什么样 明年的奥运会会开成什么样 就会给我们更清晰的答案 我们也会随时关注最新的进展 给大家带来第一时间的点评 我们诚挚的欢迎您给世界的中国点赞 也订阅明镜火拍这个频道 我们谢谢您 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